我想講的就是 其實我們也不認識 我們是透過網路上知道你們 然後你們有做這個節目這樣 然後我們也不可能平白無故的去 收你們的錢什麼的 就是很開心你們願意讓我們 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 其實我跟弟弟就希望 我們將來可以 就是真的不用再為錢煩惱這樣 對 然後 爸爸媽媽雖然有在為錢煩惱什麼的 但是他該給我們的都有給我們 我們先為店裡好了 那我們把這筆錢 就是一樣給爸爸媽媽 好不好 那我就OK啊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來嘉義的中心快早 支持他們 人家啊 我們今天這麼乖巧的小孩 先上 嗯 我抱了 好 OK 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我覺得剛剛 爸爸媽媽那他有些話他可能說不出來 你當時寫信你說 你覺得他們都為了錢在發愁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開店的時候 有跟阿公阿嬤就是 掉錢 是 對 然後 就是目前可能沒有能力可以去還 所以爸爸一直覺得很愧疚是不是 對 那你是有聽到爸爸跟媽媽在討論說 哇又要繳房租了 哇又要付什麼錢呢 是嗎還是 就是時間一到就是 會這樣講 爸爸一直很想要給我們很好的生活 就是 他自己在為錢煩惱 但是他不會把這樣的情緒帶給我們 但是你們是不是我执著 有時候學校要繳什麼錢 可能是付什麼學雜費相關的 你們都不敢開口對不對 可能就晚幾天再講 而且可能都是班上最後才教的那一個 對 真的喔 對 我也能理解阿 就是爸爸媽媽可能真的很煩惱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不敢跟家裡說我要用到錢 嗯哼哼哼哼哼哼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你的衣服破掉我們覺得很 沒有我買一件只是剛好今天是穿這一件 你知道我們要來拍你賣場嗎 沒有啦 沒有啦他可能是想說再工作 對啊 穿新的萬一弄髒了對不對 那爸爸媽媽現在不在這邊 我就在想 你剛剛是應該有蠻多話想講 那你不好意思啦 現在他們不在 你好好跟他們講 你要跟他們說什麼 爸爸媽媽謝謝你把我們兩個養這麼大 其實我們很愛你們 但是也不知道怎麼跟你們表達 看你們這麼辛苦 我也只能就是做好我該做的事 然後能幫忙就幫忙這樣 然後我跟弟弟未來會繼續努力 朝自己的目標前進 讓你們有更好的生活這樣 我好想他當我女兒喔 這麼孝順這麼乖 又會幫忙 好 那顧長我們現在已經轉點 帶姊姊跟弟弟來到這邊 這是嘉義的一個購物中心 我們這裡面妹妹來 你拿著 你拿著 拿著 這裡面有很多錢 你帶弟弟去百貨公司 你們想買什麼 你們就買什麼 然後你們要買給自己 買給爸爸媽媽也可以 好不好 不夠你們就再這樣來給我們拿也沒關係 好 要幫我們打筒片 對不對 你們有這樣過嗎 沒有 過年的時候會買衣服還是鞋子嗎 會帶著你出來逛嗎 爸爸媽媽媽 我們過年沒有休息 過年沒休息 真的是 大哥媽媽爸爸媽媽都會給我們紅包這樣 好 那你們就去買吧 我們聊再下去 我們開一下 讓他們聊直接下去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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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